我是明哥,这里是明哥聊太集 那么今天的时间呢 我们讲一个实战用法 上次我们讲了一个单边的 这个前面的掌攻击中路的用法 好,请初老师 好,前边我们上一次说了一个单边的用法 好 上次我们讲单边的用法的时候 我们把两个手挂开打击中路的时候 把这个手的重量运到这个上面 使这个力量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后面的勾手的作用 上次我们讲到一个后手的作用 勾手的作用要加在这个手上的力量 加在这上面 怎么加 就是把这个勾手想象着拿一个很重的东西 把它给它 这样整个重量就过去了 这是上次我们讲的用法 今天我们讲一个单边的另一种用法 单边另一种用法 我们在实战当中 如果我们的手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 遇到这个像单推的那种情况 像单推的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利用我们的走 单边的这个走 你看单边走 这个走在这 走到这 然后形成了单边 那么我们要利用这个走 这个走挂住它 然后这个手呢 形成这个勾 勾手 好我们往这看一下 好我们往这看 这个走形成这个勾手 然后这个手往这 勾 往下 往下勾 它就形成一个反关节了 看到没有 它现在形成一个反关节 这个勾手 创这下 那么我们到这边以后 好我们离得近一点 我们只看这个手 那么我们看这个手 这个勾手 下去以后 大家看底下 那么这个地方 勾过来以后 这个手 在这里 在这里可以继续走 你看 勾手可以继续走 继续走 继续走 那么你如果是继续走的话 好 你翻过去 对 你看这个手 它就 就会翻过去 好 今天呢 我们讲这个单边的 一个勾手的 勤拿的用法 勾手 是一个勤拿动作 单边 很多人 打单边的时候 他就问到这个勾手 勤拿的作用 这个勾手 你看 这个勾手 就是一个勤拿的动作 好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这个希望大家能学会 这个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你订阅以后 我们下次再讲下一个动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